而成龙、成家班的成员昨天在香港拍戏的时候是意外翻船 结果造成一个人抢救无效死亡 甲板船还在海面上载辅载辅沉 17号凌晨3点多在香港大雨山新澳附近 这艘甲板船载了8人在船上拍戏 船上的人全是成龙、成家班的成员 没想到突然侧翻一人死亡 消防接步到场首构 先后构起其中7个人 在大约1个钟头之后发现死者 但他之后证实不治 这名死者在香港演艺圈赫赫有名叫做陈国雄 曾经拍过扫毒星少林寺等片 更曾两度入围香港金像奖 而他当时正在拍摄的就是成龙的新戏绝地逃亡 消息一传出 黄球神立刻在脸书上痛斥 拍戏翻船搞出人命 8个人坐一艘船 这种无知的行为何时会停止 而成龙也在事隔快20个小时后 在自己的个人社交网站上写道 昨天还在一起 痛怎么这样的无能 没能把你救起来 兄弟走好 其实曾经一度传出 在陈国雄坠海时 成龙跳海相救 事后证实他其实不在现场 为此深感自责 没有救回好兄弟的宝贵性命 记者综合报道